这个刀片一定要贴紧每道边,然后割下来这个才会漂亮 换桌布其实非常简单,你只要知道这几个方法,这几个步骤,然后自己动手,非常简单 先发上试刀,我们试旧布的时候一定要用手摁住这个台面才不容易拉变形 然后记得清洁好这个边缘上面的 飞尘,垃圾,或者有翘的地方,你都把它清洁一下,然后铺上布,一定四方都要铺上 然后我们看一下,我们这个七彩绒的 左部这个绒非常犀利 看见没有,撕掉一个角,然后把它贴上去压紧 然后我们边撕边抹边撕边抹,然后不要撕太多,就没有气泡 顺着四个边缘,割掉四边的多余部分 这个没有技术含量的,沿着边割就可以了 换桌布,每一道边都是铁紧这个边缘割掉,然后就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刚开始翻,不要搞得太快,就慢一点 俗话说,慢工除细合,你越慢,换出来的效果是越好 因为这个布也没有技术含量,就是沿着这个 升降条直接把它贴好 然后又顺着这个边缘也是割掉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一定要记得用过麻将把所有的地方压紧 喜欢这款七彩绒的左下角下单 谢谢大家